我跟她在一起一年多了 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她是一个挺细心 挺可爱的女孩子 只是有一些小脾气 有点小娇气 但是时间久了之后 我发现她特别麻烦 事情特别多 规矩特别多 搞得自己很累还不说 有时候还要以同样的方式来要求我 我真的有点受不了 男生受不了的是什么呢 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威 24岁 来自湖南公司职员 女嘉宾小思 22岁 同样来自湖南 申明学生 来 掌声有请 有请这一队 有请 规矩多是吧 谈了几年 一年多 两年吧 一年多还是两年 一年多快两年 怎么了 怎么就受不了了 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她挺细心挺可爱的 可是时间搅了之后 我发现她规矩很多 啥规矩吧 就比如说她吃个饭吧 就一碗米饭 你想不是一个圆碗的吗 给她拿着就像分了阁一样的 她必须从左边一捏吃 一直吃到右边 怎么了呢 不碍你事啊 她吃个菜也是 比如说吃辣椒炒肉吧 她就非得一口辣椒一口肉 如果单独给她夹一块辣椒 或者夹一块肉的话 她会不开心 你就别夹了吗 但我觉得这是我个人习惯问题吧 对对 我觉得也没什么 对 我觉得一起吃那样比较好啊 那你光吃肉肯定挺腻的嘛 对对对 这都个人习惯 跟你没影响啊兄弟 而且她上个楼的话 她最后一个台阶 她必须得右脚上去 啥意思 就比如说一个楼梯吧 如果说有时间 她就先迈左脚 必须要保证 最后一个台阶是右脚上去 这样她心里才舒服 这也不妨碍你啊 关键是她自己强迫症就算了 她有时候还喜欢给我下围 没影响你 我跟你讲 就比如说 我们后来不是在学校后街 住了个房子吗 我周末一般都睡懒觉 然后跟她一起之后 她就规定我 必须得整点 而且是偶数的整点 比如说10点 或者12点起床 就如果说我自然醒的话 就不允许 6 8 10 12 14 16 18 下午一晚不会睡到那个时候 哎呀 好痛苦是吧 可是我没有不让她自然醒啊 你说周末睡个懒觉 你睡到10点钟也差不多了吧 那这个生活习惯的话 我还是希望她 就是说不要睡得太晚了 再说大家都有电脑铃的习惯吗 那你看整点不舒服一点吗 那我只是要求她整点起来 也没有怎么样 就说她12点钟起和10点钟起都行 是吧 我就不能10点半起来吗 有什么关系 你就不能多睡会儿吗 讨厌劲儿 叫什么劲呢 多睡会儿多好 人家没说让你9点半起就不错了 可是那个她10点半不是整数吗 那我看着我订到你的话 我订个10点钟 我就看着就舒服一点啊 你说我订个10点05分 你睡到10点05分起来 你不觉得那5分钟 你这一上午就浪费很多时间了吗 反正都够较劲的 而且看个视频也是的 跟她一起看个半个小时的视频 得看个吧小时 为啥 因为她有个画面 或者说有个声音没听到 或者没看到 她就得后退嘛 然后后退 她如果说那下面那时间调的 进度调那时间点 她不喜欢那数字 她还得往后推 她不喜欢什么呀 比如说13啊 4啊 她就还得推 那大家都有个喜欢的数字吗 我觉得13 14我不喜欢 那有的人她喜欢6啊 8 9 她觉得那种数字好 那你怎么不讲别人呢 可是她对数字的要求太多了 她每一个事物的标准 她数字要求都不一样 比如说 她家里开空桥的话 她就只能委属是5或者0 啥意思 就夏天开25度 20度 15度 对 没有15度吧 对 是没有15度 我就在想啊 我就算一个数啊 20度 25度 还有30度 30度 那是大夏天的开个25度 开久了 我们房间又不是很大嘛 啊 就挺冷的 那为什么不能开18度啊 18度那个它不是整数吗 我喜欢整数 空调的话 它20度 25度 30度 那些数字就 我就看着都比较舒服啊 啊 我觉得如果不开那个度的 你看个18度的话 我老觉得那个空调 有点不对劲 我就喜欢去调它 啊 你你没给她科学发明一下 把你们家的空调那温度都改造一下 那怎么改 反正夏天回来的时候挺凉快的 我让她把温度调高一点 啥都不肯 对 这个倒是影响到你的伤害了 可是 可是我让她加一件衣服了 她觉得冷的话 可是有时候也不好加啊 你说我跟一个朋友出去打篮球回来 浑身是汗嘛 也挺冷的 一进来 那肯定吹久了会早凉啊 我就跟她讲 我说把温度调高一点吧 那调高的话你就只能调30度了 你大夏天开30度的话 还不如不开 好好好 就只能调30度 28度26度不行吗 我说我不喜欢 我喜欢就是整数 好好好 喜欢整数 你生日是哪天 21 你们俩不合适 这姑娘只喜欢20号生的人 是吧姑娘 你应该把她先剔了 你知道吗 这生日都不是整数 你没考察过呀 哪年呀 92年了 92也不行 你这得959092 它也不是整数啊 可是这个事情 就性质不一样嘛 那他对我还可以 这性质还是蛮一样的嘛 结果那一次就因为 就因为他没给我开空调 就弄得感冒了 感冒了 大夏天的感冒特别难受 要水都掉了一个多星期 可是你明明可以 加一件衣服的事情 就是说你感冒了 现在要怪我呢 那我们在一起 这一年多说 我对他怎么样 他自己心里应该还挺清楚的吧 这个除了这些 还有什么吗 就是我在家里 做家务师的话 他也没有帮过忙 然后他想吃什么 我有就是说 马上会给他做 家务都是你做 对 然后那个 他想吃什么 我会隔三差五的 给他变得花样 做那个形态样嘛 你听着挺好 刚开始我也觉得挺开心的 这多好啊 我觉得很感动啊 他帮我做饭 对啊 但是基本上 每次做饭 要我进去帮忙 我要不了五分钟 就得被赶出来 为什么呀 他说我切菜切得不好看 我让你切个萝卜吧 你有的切那么短 你都切那么长 你说我炒的话 我也不好炒 你炒出来 你吃个东西 你有讲究 看一项吧 这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长长短短挺好的 加点佐尼炒出来 能吃就行吗 就给你较真了 那我切东西的话 我有我的规矩 我也告诉过他了 是是是 你说我切个胡萝卜 我说我必须从中间开始切 然后再弹开切 四等份 是是是 我告诉过他了 他还老是切不好 不是那萝卜不是长得不一样吗 那我打的时候 我肯定是挑那种比较对称的啊 这你都挑的差不多啊 哎呀 这种葫芦豪不得人犯难了 他得拿模具种啊 兄弟这也是个好事 反正每次干五分钟就出来了嘛 也挺好 那他现在就说 自己做事情做不好 他现在还要怪我 那规矩多什么的 他就是规矩多 因为规矩多 他就很浪费时间 截个被子半个小时啊 偷个地 扫个地 也是半个小时 特别是周末的时候 时间全搭用在这些 生活上的琐事上了 没有啊 周末经常出去逛街什么的 有出去玩啊 没有都做家务师吧 还说逛街 逛街是我觉得最难受的事情 为啥 因为跟他出去逛街吧 就是说 如果我走十步的距离 他得走十二步对吗 然后我腿长一点 我就得 就是说得配合他 我就不能夸太大 而且呢 他还非得 左右脚都得同步 他跨右脚 我得跨右脚 如果我跨左脚的话 我得立马改过来 真的吗 情侣之间逛个街 步伐一样 显得挺默契的嘛 有时候我低着头 看着我们两个走路 就感觉在骑步走 感觉下一步 正步就得提起来了 那我也没要他提正步 我只是说要求 他不怕跟我一样 这要求不过分啊 那样看着舒服 他是要求 还是他会看呢 他会看 我也得看 那他不跟我走 我就奇怪 为什么接上那么多人 你不管别人 你非得管我 那你是我男朋友了 你看 行行行 我现在开始理解你了 这就差不多到顶了吧 没有 没有再 还有升级 我觉得他有时候不是 根本就是在无理取闹 我现在都不敢带他出去 为啥 有一次我去见我两个朋友嘛 然后带他去一个西餐厅 结果我们就去得早一点 我那朋友还没过来 然后他就闲着没事 他就把我们两个的餐 就按他的要求摆一下 他就得那种什么 碟子放中间啊 刀子叉子啊 那个底都得平齐的 摆弄了半个小时 结果我那同学过来的时候 把他当服务员了 可能是误会了嘛 就讲了一声要他上菜 结果他就来脾气 两个人就吵起来了 孩子我还在中间调节 就说你不在是吗 那这个事情也不在我 你说那你说他朋友一过来 就把我当服务员 然后说话语气也不怎么好 那我肯定也来气啊 不是你在做什么 他就把你当服务员 我在摆餐具 可是 可是那个 可是我长得像服务员吧 可是人家服务员穿什么的话 那他朋友肯定能开出来吧 他以为你是领班你知道吗 那我摆好了 我也是想让他朋友过来 就是说对我有个好一点的印象 你朋友也比较过分 怎么呢 可不是吗 你叫人服务员干嘛 穿的衣服一样吗 反正当时闹得挺尴尬的 而且我觉得他有的时候 不是无你取闹 他都感觉在刁难我 不意 比如呢 比如说吧 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喝水 喝水 我必须得一杯水喝完 不能剩一半 然后有一次我们不是 做出去旅游吗 做个那个大巴车 有五个小时的车程 在车上 我就渴了 我就想喝水 结果开了一瓶 他就非得让我喝完 这是为什么 因为那个水 困着水瓶呢 他喝又不喝完 那一瓶在那里 他那个放到书包里面 车本来就晃嘛 然后就总是发出那种水的 那个撞击的声音 那我就会总是听到这个声音 我就总是想 还有水没喝完 那我就脑子里总是想要赶紧把它喝完 那你帮他喝呗 我不渴 他喝半口就够了 别喝完 咱这儿没那么晃 我感受一下 你太配合了 结果当时我就憋了一路 害得我 路上我总是去找司机 还我感觉全车的人都在笑话我 总是去找司机 你找个地儿给我上个厕所 你也是不许老上 可是我不知道他喝完 那一瓶就说 那么快就去找厕所 那么大一瓶水喝完了 能不想上厕所吗 多大的水啊 就两块钱那种 还好 也不少了一次喝 反正这女生好像确实 规矩比较多一些 还有呢 还有呢 早上去买个包子 他买八个大包子回来 其实我们最多能吃五个 我就奇怪了 为什么不买五个包子 那我哪里知道 楼下那个卖包子 他刚好一笼四个 那我只能买两笼 刚好八个回来 你要我买五个 那我说我都不好意思说出来 你说我看 你买五个包子就算了吧 你还非得一次性吃完 我说剩三个 就八个必须得吃完 对 这是为什么呀 剩三个都不行 那剩三个难受 我看着三个难受 剩着更难受 再说你说剩三个 分到下一顿吃的话 那你怎么分呢 我吃一个它剩两个 然后也不知道 然后又下去 你可以不用吃了 然后又继续下去买 我就觉得这样子挺麻烦的 对 这是一个数学题 那我想了就觉得 特别不舒服 你剩的那你 这一顿多吃三个 也没什么问题吧 我听的基本有点受不了 就我已经开始受 还有呢 你还敢听吗 你要敢讲我就敢听 他每次只洗一个 色系的衣服 啥意思 就今天只洗白色的 黑色的衣服就不能洗 这是为什么 我觉得你那个颜色 都混在一起洗的话 不是 你可以洗完一锅白的 再洗一锅黑的呀 那我是每天都洗衣服 就说我不可能让他堆到 堆到几天再洗的嘛 那每天的话 就只洗我们两个人的衣服 那肯定就是分色洗啊 最气的那一次就是 我当 那天在外面做兼职嘛 然后第二天我去面试 一件白衬衫 想让他帮我洗一下 结果他那天刚好不洗白的 回来我才知道 结果我是自己洗的 都是 那我怎么能帮你洗 那天洗的是黑色系的衣服 那你一个白衬衫过来瞎掺 然后看到就觉得挺不舒服的 那你那天为什么不洗个白色系的衣服呢 那我们穿的 就是说我也有要求 就是说我们每天穿的话 见识其虑 就是说 穿的也要色系 或者搭配什么的 都要讲究一点嘛 是是是 这个我有点 他不洗就算了 我自己洗 我洗了之后 他还不给我亮阳台 那我准你亮的话 那不相当于我帮你洗了吗 为什么 那我帮他洗 黑色系的突然出一个白的 你会受不了是吗 他亮在阳台上的话 我总是想着 那个阳台上有件白衬衫 就心里很憋 那我做别的事情 我也做不好 我就老是想着这个事情 结果那天我衣服 我就酿在卫生间 第二天出去都湿湿的 皱巴巴的 我们面试也没通过 你面试没过 别哪里说事 对啊 他面试没过 他也要乖 我说我不给他洗衣服 怎么这么的 但是我们在一起这么久吧 我就真的只让他 洗过这一次衣服 之前那些 就是说我洗衣服的时候 从来没让他动过手 还有别的 他就不让我动手 但是他每次洗衣服之前 还得调水温嘛 冷了也不行 凉了也不行 我就必须得 按照他的那个温度去调 那你觉得现在调水麻烦 但是他又不说原因 那是因为我们家 就是那个热水漆花了 我要他去找房东修 他就是喊他好几次 他一直拖着 那里不去 那没有热水的大冷天 我也不可能用冷水洗衣服吧 不是你怎么调这个温度呢 调温度啊 我跟你讲 他跟我买个这么高的 那种温度寄过来 必须得40度 那因为的话 一下凉一块汤的 我们又炒家怎么的 那我不是买个这东西 回来按磕头两个话多省事 又免得我们吵架 他除了管家里的事以外 还管外面的事情 什么事 就有一次 我跟他早上出去嘛 一大妈小区 那边大妈 他把他那狗拴在树上 他自己去做宣练了 结果他直接跑过去 把那狗放出来 就跟那狗扑过来 就挠到我了 不是你放狗干嘛呀 关照你什么事吧 我肯定不会放狗去挠咬他 那是那个阿姨 他那个绳子 有点短 那个狗的脖子 我就想就是 而且又挺难看的 我就是觉得 看得挺不舒服的 那我想截了 重新记一下 也没多大个诗了 就是结果 我怎么想到 那个狗 他力气那么大 直接冲出去了 结果当时拿了之后 还那大妈跑过来 还不让我们走 还以为我们两个 是偷狗的 可是这个东西 就是说 我事后有跟他道歉 他也原谅我了 而且每次他去打针 一个月打五次 我都每次都陪他去了 确实有点受不了 而且现在我也改了 就说 我出去的话 我根本就不会去管人家 或者是什么的 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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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了 他改了 他不管别人的事情 但是他现在管我妈 前段时间 我妈不是过来看我们吗 结果 就因为家里 少准备了一双拖鞋 闹得最后 我妈在门口待了两个小时 可是那我不是故意说 不给他妈妈准备拖鞋 就是我知道 要过来 我有提前大半天的 去弄家里的卫生 就弄得挺干净的 你家应该挺干净的 对 但是我真的就忙起来 我就真的就 只忘记来买拖鞋 那菜什么的 我都买了 但是我觉得 就说 如果他让妈妈 直接踩着进去 我觉得那大半天 卫生我也弄得挺辛苦的 那我不就白费了吗 我还记得我也没有说 不让他妈妈进去 你买个拖鞋不是很快吗 我没有 不让他妈妈进去 我就说 阿姨你可以 就说脱了鞋子进去吗 你那是让他拖鞋进去吗 你那是让他光脚进去 那么冷的天 光着脚也挺不舒服的 后来呢 后来我就说 让我妈穿我的鞋 她非不肯 为什么 穿得不好啊 我觉得 就是本来鞋就 要讲个人文章 我就穿着穿 挺不安心的 他跟他妈 有什么个人卫生啊 反正他就特别讲究 然后我当时就 直接下楼去买嘛 哎呀 你妈也是好脾气啊 但是那件事情的话 那个时候阿姨 她也没有说 我妈不怪你 那是因为 她儿子女朋友 她第一次见面 肯定不好意思怪你啊 可是你呢 你却变本家里 因为那一天 我也刚好回来 然后我做了一天 兼职我也挺累的嘛 但是我就回来 就发现那个 我书上台上的那些东西 瓶瓶罐罐的 全都变成妈妈弄乱了 就说 那个色系啊 然后那个功效啊 怎么的 你干了什么了 都是 都是要按我的要求 就是摆好的 那你干了什么了 就说 我说 阿姨 你说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我希望你还是 不要动我的东西 就是语气也没注意好 可能就凶了两下 当时我妈就特别生气 然后就直接回去了 然后事后呢 就前段时间发生了嘛 所以说 我现在觉得 你说一些小事 我们的人吧 你就关系到这种 家庭生活啊 关系到自己父母的事情 我就觉得 我特别的不能接受 我妈后来也说 她说 这样的儿媳妇 绝对不要 我也觉得 她这强迫症太厉害了 我都不知道 以后会不会把我给整理 唱活着 可是那阿姨的那些事情 确实是我不太对 我可以跟阿姨道歉的嘛 可是我觉得我们之间的话 都是一些生活琐事 我觉得 我有我的规矩 就是说 也是想把生活过得精致一点 你在家里也这样吗 对 你父母不觉得 他觉得这样挺好 挺爱干净的 挺有讲究的 你受不了了 你们看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白老师 来来来 我想问一下小伙子 你怕猫吗 猫有一点点 比如说 就现在这房间里边 哥哥三五只猫 然后都很乖 都不动 你会害怕吗 不动的话我不怕 但是稍微动一下 我觉得挺恐怖的 也就是说 这个猫没有攻击性的话 这房间里 就这个房间里 有三五只 你是不怕的 对吧 好 那你觉得 百只老鼠 放在这样的一个 有三五只猫的空间里 那猫即使不动 你觉得那老鼠会不会怕 会的 对吗 那个老鼠有多恐惧 有三五只猫的那个房间 你的女朋友就有多恐惧 她所有的规则会被打乱 为什么 来自于强烈的不安全感 如果她的所有的规则 如果一旦是被打乱 或者是被撤销的话 那就意味着危险的侵入 就意味着灾难的发生 就意味着不好的事情 你看她的一些特点 什么事情要成整数 要双数 要有这个同一色系 不能够掺杂在一起 这几个特点当中 其中有两个特点 我到现在为止 我感受到的 第一个就是 必须圆满 整嘛 她得圆满 然后必须双 也得是一种圆满的感受 对于情感的内在丧失的恐惧 是这个女孩子内心当中 非常强烈的 可能都没有被她意识层面察觉 但是在她行为上去呈现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 你不懂你的女朋友 她确实有很多规则 我们这些规则是干嘛用的 人为什么要有校规 要有法规 规则越多 其实是越为了去禁止 或者是防止不好的事情的发生 下楼梯 我们不用想抬腿就走 因为我们不担心 它会引发什么 但她要想 为什么 因为在她的内心世界当中 每一天都像走钢丝一样的 在如履薄冰 所以当她的那些规则 被触碰了的时候 她会感觉世界是要坍塌了的 所以她无暇顾忌 她这样去做 合理不合理 或者对别人尊重不尊重 所以你不懂你的女朋友 你认为一味的迎合就是爱 但其实爱的本质 我觉得不光只仅仅是 为了去获得自己的情感满足 然后来去迎合对方的一些需求 而是我们要去看一看 对方她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是不是我们能够给予的 这才是爱 而你为了迎合她 为了什么呢 为了有人能够给你 很好的把屋子打扫干净 为了有人能够把衣服给你都洗好了 为了能够让你自个的生活 变得舒适便捷 其实你没有真的去关注到 她内心的那种惶恐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表面上看 是一个规则很多的女孩子在要求着你 但是我感觉 其实你没有提供她 内在的这种理解 然后女孩这边我只想说 当我们遇到一些 我们自己可能无法去解释的一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 这个行为的背后到底是什么东西 它意味着是什么 也许你找到那个答案 你的人生可以不用过得这么的紧张 或者这么的局促 你会发现你的生活空间越来越小 这一定不是你真正想要的 好 谢谢 谢谢白老师 曲总 刚才你说到一定要让男朋友把水给一次性喝完 我就尝试想体验一下你男朋友当时的感受 我就一口气把我这个大半瓶的矿泉水喝完了 真撑啊 我想问问你 当在你的要求下 你男朋友喝完了那个水之后 她是什么感觉 我没有让他一次性全部喝完 就是说对嘴喝的嘛 本来就有细菌 尽快那段短时间内全部喝完 好 她在你的要求下喝完了 她的感受你能感受到吗 你试图去感受了吗 没有 那当她着急说 希望能停停车去找厕所 那种感受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 你感受到了吗 她难受吗 有点 我也想让车快点到那个可以上厕所的地方 你有过自责吗 一点点 我相信你这所有的人啊都是有很多的小毛病小习惯改不了不做就不舒服的事儿 我老婆也有 每天必须吃水果 我们一起去旅游必须要吃大西果 然后我们曾经 我从成都到九寨沟 怕那买不到西果 我背着两个大西果上的飞机 然后到那儿就为了她晚上能吃一口西果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毛病 她现在也是 现在晚上不吃 甭管多忙 一定要吃完水果才能睡觉 我开始尝试过很多的方法改不了 后来我就认可了 因为我知道如果不让她去做她不舒服不开心 同时呢 她也不会强迫我去做很多事儿 比如说以前她会让我去买水果 我觉得太多了 她就自己买 所以她不会给我增加什么负担 所以我想说的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立独行的那一面 但当你和另外一个从来不认识 但是你中意她的很多的优点的时候 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就像你刚才说的磨合 每个人生活习惯都要跟另外一半的生活习惯 磨合在一起 才可能生活在一起 对不对 这会儿你要多一份神心呢 你已经不是一个人了 你一个人的时候 你上楼梯 你一定要右脚迈上去才可以 如果不可以 你自己退回来 但你不能要求别人跟你一起退回来 当你要想和这个人一起生活的时候 你一定要会做出妥协 这种妥协可能是有度 但是你至少能感受对方的感受 你如果说能感恩于他对你的付出 我觉得这就是进步 如果你一点不在乎 不要跟他在一起 在乎我们慢慢来调解 不是让你一下就翻过来所有的那些习惯 而是说能不能有个度 你现在是学生对不对 同样学校里你也有很多的公众场合 社交的那些场合 今后工作你还面临更多的挑战 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是按你的习惯去做 否则你会没什么朋友 即使你心里有小不舒服 但是你觉得应该给予对方充分的尊重 反过来一样 那人一定更足够的尊重 足够有一份心去调整自己的心态 好吗 有这份心就可以做到 好 就这样 谢谢 谢谢曲总 陆老师 像你这样的人很简单 你能改就改 不能改就放它走 你能忍就留下来 不能忍你就离开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在简单的背后 有的时候强迫症 或者是某一种个人的顽固的习惯 却恰恰可以成为冲破爱的一道围想 一个人如果想让另外一个人快乐 你就要去理解他的感受 让他放轻松 以前在讲这种题材的时候 我也曾经无数次把自己举为例子 我也有强迫症 只是没有你那么强迫 但是我的爱人 会有一种方式来为我缓解 比如说我每次关门 要关五到六次 我很难受 所以我每次都让他作为见证 站在旁边看着 你看 我关了五六次 以至于到后来 我不需要去关门 我爱人会把它关好 然后告诉我 放心 进电梯没事 我已经关好了 我已经关了五六次 你别这样 你弄得我也有强迫症 这就是你应该做的 你不能理解那些 有强迫症内心的真正的感受 反反复复的上楼下楼 即便到了车库 车已经开出来了 你还得上去再看看 没机关了没有 你不能理解 如果你能够理解 你就会想方设法 帮他去减轻 而作为我们自己 内心有这种强烈习惯的人 也要善于自我调整 我的调整的方式 就是很简单 当我每次觉得门没有关上的时候 我就说服自己 就偷光了又怎么样呢 一分钱都没有了 我还不是有老婆吗 还有他吗 我就这样说服自己 我曾经有一次自驾游 已经开出快到高速公路上了 我在想家里有个东西没关 好像是保险箱没关 我就特别难受 但我又不好意思跟我老婆说 我们再折回去再看一看 所以我就这样想 偷光了又怎么样呢 不还有爱在呢 所以你要试图地改变自己 你要试图地理解它 如果不能做到 不能算 就对 关键的都在你 要不愿意接纳这样一个女生 爱是要爱得愉悦 爱不要爱得那么痛苦 但要爱得都痛苦的时候 一定这个爱是不对的 好吗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我觉得对于你妈妈那个事情的话 我觉得我是做得特别不对 我事后肯定会去跟阿姨道歉的 我觉得我们之间的那个矛盾 其实都是些生活琐事嘛 但是我没想到 就是说听到几位老师的话 我觉得给你带了那么大的烦恼 但是我就觉得 这个东西的话 也是出于我心里的那个没有安全感 我觉得你也完全不理解我 来上了这个节目的话 我觉得 我们之间的话 可能也没有必要那么强求了 因为我不想让你 就是觉得跟我在在一起 有那么痛苦 那么难受 我觉得确实刚刚老师讲得很好 就是我很多时候 就是没有试着去理解你 站在你的角度 去给你 好了请回吧 谢谢你们 请回 一个规矩特别多的这个女生 碰到了一个还愿意和她在一起的男生 来请关门 只是因为女生的规矩 影响到了男生和母亲的关系 所以似乎这段感情要搁浅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IPV网络电视 或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土豆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乐视网 PPTV剧地 爱奇艺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最后这对情侣 会做和我从感觉上面感觉的 女生走了 你看 来 我跟你说句话 我觉得这女生真的挺爱你 她怕你烦所以她跑了 你干嘛出来那么烦 因为我想一下 特别是老师讲得特别好 我觉得我挺自私的 有的时候我应该就说 替她想一想吧 可能她需要的更多的是我的帮助 去追她去吧 走吧 谢谢你 谢谢 謝謝